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星星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我2018我最喜欢的彩妆品们 关于这一期的视频呢 我主要是看到了最近很多博主 都在发关于自己年终爱用品的总结 我想了一下还是想总结我日常 出产率最高的一些单品 那么如果你对这支视频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OK从底妆类的说起 我最喜欢的两个底妆的防晒产品 就是这两支 一支是这个防晒霜 它的SPF是45倍 这一支呢是一支防晒棒 它的SPF是50 然后PA++++ 这两支的防晒系数是已经够了的 我是滚油皮 再说一遍 这支是无油的 上脸很舒服 很清爽 然后全身都可以用 所以这一支呢是当之无愧的 我最喜欢的 还有这一支防晒棒呢 也很清爽 在特别懒的情况下呢 就直接倒出去抹就可以了 相对于那种素干的感觉吧 而且是哑光了装上 当然除了脸之外 四支都可以涂 然后我今年最喜欢的粉底 也就是这个雅诗兰黛 Double Wear的粉底 如果你是油皮混油皮买它一定不会出错 我的色号是EWE 而且这支粉底还带有SPF10的防晒系数 然后今年我用的最多的定妆粉是这一个透明定妆粉 我非常喜欢这个粉 压油光之后皮肤的那个妆效就非常的零毛孔 但是又很清透很自然 反正这个粉底是我今年最喜欢的出厂率最高的 它也有SPF20的值 然后就是眼影盘的部分了 近几个月我收的非常好看的一个眼影盘 在一个家居店 我逛街的时候买的有点类似像明川油品的那种 它是叫Nomi 我看上它的第一个盘子是这个 这个盘子里面有个非常好看的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是一个那种金色偏光绿色的那种萤火虫的颜色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默认 有很多牌子都出了这个颜色的单色眼影 然后跟大家刷一下吧 非常好看 就是那种金色金橙色的底色 黄绿黄绿的那种偏光 粉质也特别特别的好 这个盘子算是比较全面的 它有我刚刚刷的这种亮片色 还有这种珠光色 还有这种像断面一样的颜色 然后还有哑光色 就非常的齐全 这个盘子可以多用 所以买了这个盘子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就直接把它另外两个颜色的盘子都收掉了 就是真的很喜欢 然后另外两个盘子呢 这个是我那天不小心摔坏了 这个的颜色是酱子新橙色 重重之重 它的这一块纯亚光的这个盘子叫茶棕珊瑚色 这个盘子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我现在变成我日常装必备的一个盘子了 这个盘子我今天的眼妆就是用这个盘子画的 这系列的盘子 我说说我喜欢它的几个点 一是它的包装挺简洁的 我很喜欢 然后有一面挺大的镜子 然后它这个镜子是属于 你要什么角度都OK 它不会很松 所以你在外在出差 或者是拿在手上 对着画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 它的镜子就有这么大 然后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感人 它这个牌子虽然做的是家居 但是它的美妆产品真的让我很惊艳 尤其是这些亚光色 太好刷了 太上色了 我随便给大家摸一下 就很软糯 很显色 但是有些粉质它很干 又很显色的话 那就真的爆滑 粘在你的皮肤上就很难晕开 但这个就不会 这就很软糯 嗯 喜欢 而且这个酒色的盘子 它的单价也才几十块来着 反正不过百 我觉得很值 性价比很高 今年我还很喜欢用了一个眼影盘 就是这个菲露尔的这个眼影盘 这个盘子就结合了我2018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杏粉杏粉的那种颜色 其实里面的天光色真的是没爆了 大家刷一个我最喜欢的颜色吧 就是这个紫色的 看到了吗 这个紫非常的好看 它是有点细腻 有一点偏光的颜色在里面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面布盘 这个面布盘呢 里面包含了我最喜欢的修容 我最喜欢的腮红 然后高光我也挺喜欢的 smashbox的面布盘 它这里面有六个颜色 然后我是看K妹的视频种草的 它里面有一个灰调修容 黄调修容 一个定妆 然后一块腮红 然后两高光 这个颜色突然我脸上就有点像古董粉那样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盘子非常的直 这几个颜色我都很喜欢 就是亚光的颜色有那么一些飞粉 如果你不介意这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入这个盘子 这面布盘真的是出差旅行居家必备 今年还有一块我非常喜欢的单色眼影来自Colourpop的Frog 非常好看的一个闪片色 它是一个大闪片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我今天在卧场涂的颜色 它虽然是土豆泥的那种眼影 但它用起来不比液体眼影来的闪 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我今天的眼下就是用的这一块来提亮的 然后我今年最喜欢用的换眉毛的产品 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就是这个卡奇色彩的眉笔 我现在用的是06号 这也就不多说了 因为大伙都知道 然后就是今年最喜欢用的睫毛的产品 我的万金牛 在我心中我暂时没有发现 比这三个产品加在一起 更好用的产品没有 一支就是爱杜莎的睫毛打底 第二支就是Wed&Wild的一个睫毛膏 这个就是Kate的眼线笔 就爱杜莎的睫毛打底 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很多的博主 都有推过 它就是让你用睫毛夹夹过的睫毛 能非常好的定型 而且让它根根分明 它会让你接下来使用的睫毛膏 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效果 然后就是这个Wed&Wild的细睫毛膏 它名字叫细睫毛膏 它这支睫毛膏刷出来就是线长根根分明 再来就是这一支Kate的眼线笔 它是一个双头的眼线笔 眼线胶笔长这样 眼线叶长这样 而且它的眼线叶的这一头非常的细 我用它不仅是画眼线 还可以画下睫毛 然后我没有下睫毛 对我没有下睫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下睫毛 这个是画的 就是用棕色的眼线笔画下睫毛挺自然的 然后鼻影的部分 我今年才入手这个MAC的Omega 很适合我的皮肤 就会让鼻子挺起来 我今天也用了这个颜色当鼻影 然后接下来部分就是我最喜欢的高光部分 今年我使用频率最高的高光 只有两颗 一颗是来自 colourpop的土豆泥高光 色号是这个 另外一颗是这个 色号是peach diamond 先说这一块高光吧 这块高光我非常喜欢 这块就是今年特别火的那个 哦 这样看得到 这样看得到 就是一个很粉的 colourpop的相比起来 就上脸的感觉就是那种很闪 然后有那种水光感 MUA的这个高光就是剩在它的性价比 它很便宜 大碗 让我赶上了粉色高光的潮流 粉质很好 压得很实 就是我自己用了这个盘子之后 我觉得非常好用 我就在圣诞节的时候又买了很多给送给我的姐妹 这个视频的话抽的福利就是这三块高光 一个就是和我同款的粉色偏框的一个颜色 然后还有一个很火的人鱼姬色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日常很漂亮的一个粉色 这三块抽奖抽奖抽奖 福利福利福利 想知道怎么参与这次抽奖的话 一定要来微博找我用 今年最喜欢的腮红只有两块 先说这一块吧 这一块在我眼中再怎么看 都是那种奶油肉桂杏子的颜色 非常好看 很日常很百搭很显气色 我今天的脸上的腮红就是这一块 就是没什么好说的 它就很日常 但是又不那么的大众 它就是很独特的那种很奶油的肉桂的颜色 我买的这个是多拉A梦版的 它也有日常版的 就是没有这个花俏的包装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很元气的珊瑚橘的颜色 相比刚刚那一块它的饱和度要高一点点 这是我看一个韩国美妆博主种草的 它皮肤挺白的 一上脸就特别元气 看完那个之后我就赶紧去下单了 然后试试证明真的很好看 今年我最喜欢的定妆喷雾是这个 makeup forever的定妆喷雾 它是一个保湿的定妆喷雾 我喜欢用这个喷雾把海绵蛋喷湿 然后上粉底 会让妆容很服贴跟持久 ok前面说的差不多了 现在让我们进入口红篇 今年我算是买了不少口红吧 但是我今天细选了7支是我最喜欢的 第一支就是这个thebomb迷你妆里面的一支 这个色号是charmine 这个迷你妆的试色我在之前的视频 有po过那6支的试色 然后这一支是那6支里面我最喜欢的 第一我很喜欢就是它很方便携带 当然这就不用说了 第二就是它的味道很好闻 香草薄荷巧克力的味道 这一支马上就要空瓶了 我一定会去买这个的正妆 这一支是kiko的3D唇釉 16号色 这一支是我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 我非常喜欢 首先因为它的包装很好看 用这一支唇釉 我比较喜欢薄涂 这支的味道就是甜品的味道 我会擦这一支唇釉的场景 一般都是节日 有节日气氛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涂这一支 这个的颜色就是有一点像 焦光棕红的感觉 然后第三支就是来自colourpop的唇膏笔 这一支是love life 这支颜色有一点像正红 就是和朋友出去玩 约饭之类的 我会比较喜欢涂这一支 然后第四支是ysl的黑管唇釉 这个色号是401 这支就是一个气场全开的姨妈色 它们家唇釉的气味我都很喜欢 有点像那种红酒玫瑰 然后第五支和第六支我想一起说一下 第五支就是Dior的这个染唇叶 这支的色号是771 它的气味是香草薄荷的味道 很好闻 它这一支的概念是lip tattoo 就是说不容易掉色 它真的不容易掉色 然后第六支就是这个美宝莲的小灯管 我买的色号是srd18 官方形容这个颜色是车里紫色 我特别喜欢用这支薄图 它上唇的颜色非常好看 我今天就是用这个涂的 是不是相比它的膏体看起来还挺日常的 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美宝莲小灯管的这个系列 它是有精油的成分 它也很适合在你嘴唇状态 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涂 其实这两个颜色上嘴唇的颜色差不多 但是我不能说这两个互相为替代色 因为这两个的质地上唇的妆效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然后我最后要说的这一支就是个Toni Moni的 大家所熟知它的身份是Mac Chili的替代色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哑光的串红色 这个色号是03 因为这一支闻起来是水果冰棒的味道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感 然后这一支上唇的感觉很舒服 很哑光但是很滑不拔干 当然干的会有点显唇纹是很正常的 但是它不拔干是我比较喜欢的点 好啦今天我的2018彩妆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还想看我分享其他的爱用品 比如说蚤蚤品 比如说爱用的生活小物 比如说香水 那就请留言私信弹幕告诉我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Bye